大巴有差藥嗎? 沒有沒有 那這裡有差對不對 OK來我先錄 我跟你講鼻子會很痛你要忍嗎? 欸你壓到我淒積了 好酸喔 壓了之後他打就不會痛了 這樣就好了 快了嗎? 好 好痛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你可能哀 這邊可以再補 一個在後面兩個人 OK好 喔喔喔喔喔喔 這裡好像沒有塗到麻藥 沒有 沒有 好像沒有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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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麻藥好像退了欸 很好 沒問題 他平時很厲害 鼻子很厲害是什麼意思 他鼻子毛孔 很粗啊 喔喔喔喔喔 快了 喔喔喔喔喔 加強加強 OK好了好了好了 好囉 耶 很多人應該也跟我一樣 毛孔粗大 像我這個before 真是差蠻多的 一個月之後 很明顯的皮膚變光亮 臉頰的部分我真的非常的滿意 這邊就是手朵啊 夠好 其實是我最 沒有自信的地方 鼻翼兩側的這個臉頰 這邊其實是毛孔 最明顯的地方 面很好 你當然就會有自信 只要每次別人 只要這樣進看我 這樣 看著我說 啊你好可愛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缺點到暴露了 還可愛可愛個屁啊 帥個屁啊 哪有可能 那我這次找到的呢 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我覺得 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我去賭這一次 來的時候要先在外面找車位 因為第三門的外面沒有車位 我們今天在這一棟 來自榮總的鴿子 這位就是推薦我 美容醫學中心 Let's go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五分鐘 像有點麻麻 會癢會吃痛嗎 不會癢不會吃痛 下面癢 真的沒感覺 瓜那個完全沒感覺 嗯 我覺得醫院跟醫美不一樣 是他們 醫美會把你處理得很鐵 很脫 對 會問你 體驗就是熟不動啊 5號 你有沒有先洗手 沒有欸 要重洗啊 你會洗手 對 我沒有感覺 巨嬰欸 好像大野狼喔 這個大野狼 你不要再裝老奶咧 小紅嗎 我講話啊 到底要聞到什麼時候 哭沒關係啦 我們不會講清楚 怎麼辦 這麼緊承影片 這也帶了結果 那就比較酷吧 我現在有打過 沒笑的 你打 你這樣 好不好 我們狠一點好不好 那我 我自己 不用我們有 我們要 對他們講 喔好可愛喔 對對對 還是一個娃娃的 就是娃娃娃掉了 我有閉著眼睛嗎 等一下等一下 沒關係 等一下 你慢慢來 放輕鬆喔 開始 沒事了 好 慢慢來 發一發 你先試看看喔 這樣 還可以接受嗎 還好 還好 這樣 要忍耐喔 他覺得是不是在忍耐 他有在忍耐 嗯 來來來來來 等一下 他這裡沒有能插到麻藥 沒有 我好說沒有 被虐待的結果 沒有插到麻藥 來這邊好一點 你好一點 喔這裡滿舒服的 啊太好了 怎麼痛 他們跟我講 喔 這邊先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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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痛痛 OK 所以可憐 擦麻藥還是有差的 你也有差 有差嗎 有差還是有差 喔 好痛喔 大巴有差要嗎 沒有沒有沒有 好痛喔 那這裡有差對不對 OK來我先 我跟你講鼻子會很痛 你要忍耐 欸壓到我氣雞了 好痛喔 壓了之後他打 就不會痛了 這樣就好了 來換鼻子了哈 還好齁 喔痛痛痛 鼻子是最痛的喔 好 加油加油加油 快好了快好了 鏡頭要近一點 好 你還有心情感這個 他現在已經完全 舒服了 快了 好 好痛喔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一個的哀 這邊可以再補 一個段方向 兩個段方向 OK好 好痛喔 這裡好像沒有塗到麻藥 沒有 沒有 好像沒有抖 沒有 麻藥好像退了欸 很好 沒問題 他鼻子很厲害 鼻子很厲害是什麼意思 他鼻子毛孔很粗啊 快了 喔喔喔喔 假假假假 OK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Yeah 放開那個酒 放開那個酒 你很像生小孩欸 小孩生小孩 但這花都招口上 夠強嗎 那是因為我真的要 要有效果 這真的不能不敷麻藥 要敷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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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裡好像沒有塗到麻藥 全部死掉了 褲子全死 這一身真的很貼心 他會讓你放輕鬆 因為他知道可能會很痛 所以他不嚴肅 他覺得你哪裡就是 不對勁 修一下 他就說 忍一下忍一下 花錢了忍一下 這句話有點感動 良心醫生 這感覺有著著熱感嗎 有 痛痛的 在好看的這條道路上 不能怎麼樣 麻糊 他藥 他藥 這是青梅塑藥包 就是 喔喔喔 舒緩的 對對對 塑 鼻孔真的滿大的 看他照修復怎麼樣 還是他看到的是鼻孔 不是毛孔 相較於早上 臉痛跟著熱感 已經大大減緩 而是臉會有那種 乾乾崩崩的感覺 在這幾天在修復過程中 盡量都不要去抓他 就是你臉部可以這樣 動一下 就算有細菌嘛 然後你摳他的時候 可能又會傷害到皮膚 洗臉的時候 就是盡量用食鹽水去做清洗 然後我買大的是在家裡使用 然後小的的話 就是可以隨身攜帶再蜿蜒 就是用食鹽水用完之後 廚房紙巾 不要用衛生紙 除非有太多棉絮的沾臉 他的時候就這樣拍打紅色 慢慢點瘦 但目前狀況 我覺得很OK 對 我今天堂哥看到我的時候也說 你怎麼感覺好像有母品 他覺得效果好不錯 他看我修復完之後 所以想要去試試看 先看我的成果啦 等於是我是百六十的意思 剛起床 出血的狀況比昨天更明顯了 然後還有一些些白白的小點 很像粉刺的東西 然後鼻子的出血狀況比昨天更嚴重 然後一樣都是用食鹽水去洗臉 超期待的 好癢 現在這幾天 感覺他在結痂 然後臉上超癢 第五天 目前的皮膚狀況 打完皮秒嘛 臉部會缺水 所以這邊整個皮都脫下來了 在第三天到第四天的時候 會非常的癢 但是就是要忍過去 不要去輕易的去抓你的邊 飛出雷射第十天 我現在臉部的狀況 我那時候鼻子有特別強調 有個醫生說我鼻子毛孔真的非常大 看了也覺得非常驚訝 現在鼻子目前的結痂狀態就還沒掉 我覺得你鼻子好像有死 對 很多人都一直說 你鼻子上是鳥屎嗎 有啊 鼻子差很多啊 就是 鼻子跟臉頰差很多啊 劑量比較強 它的恢復期比較長 再怎麼痛過都熬過來 最後的成果我們是最重要的 OK 經過已經48天 就是前面的都是用生理食鹽水去清洗 最多就是拿棉花磅 稍微的一點點波動這樣 不要去太大力去拉扯你的皮膚 打完皮膚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 不管用任何東西 清潔用品切記 絕對不能有美白的成分 結痂掉了以後 保養品避免使用美白產品的 防曬一定要做好 旁邊遮不到的地方 我會再用一片衛生紙 把旁邊一起遮住 頭罩戴上去 那個防曬效果會更好 一個月之後很明顯的皮膚變光亮 它最多應該在臉頰雙側的地方 就是這個臉頰的部分 我真的非常的滿意 因為就是不管這邊比較毛蟲粗大的地方 真的都小很多